记者林新汉新北报道,民国96年雪山隧道通车后,福隆海水预畅游客大幅下降,交通部观光区东北角际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风管处每年定期举办英树光、沙雕祭等活动积极参与国际旅展并美和福荣大饭店等民间资金14亿元,使游客数较十年前成长5倍。 今天得到第15届民间参与公共建设经过奖优等肯定。 风管处长陈美秀指出,学费通车后,原本以国旅汽水为主的游客大幅减少,仅剩24万人次,透过举办英树光、福隆国际沙雕祭、马拉松等活动并积极参与国际旅展连续两年或全球百大绿色旅游地等国际肯定。 吸引每年国内外游客超过120万人次。 陈美秀表示,管理处与福荣大饭店等业者共同携手合作,注入民间资金14亿元,将福隆海水浴场营造为国际级度假村,且相当重视永续旅游。 积极购买绿电,打造以及绿建筑,环保旅电认证等交通部特别将此成功案例列为今年拍摄全球成功案例招商影片,是观光类别为一入选案件。 第十五届民间参与公共建设经过奖有36届参选封管处得道优等殊荣将于11月3日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接受颁奖。 第十五届民间参与公共建设经过奖有年第十五届民与福荣伴或国际会议中心接受预定 Twendky 世恒建设计刑 Putting他们来 aspå后,御筊发动就是 Model Live,の新家装栅民、家装株酣翘院、服荣经济跟他予秀和公共建设機、配置石灾して例子 colloc性供散细並与植二ह打算命大 Div酣徝1